我們這兩個的關係 再來我們來看這兩個的關係 Rm跟Rm的關係 跟Y的關係 有一個曲線 我們磁式曲線我們已經知道了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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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橫走的是電流 電流越大磁場越大 所以中軸我們叫做磁場 那磁場在化的時候 我們會從小增加到大 所以從0開始增加到大 上去到最後面會怎麼樣 就會飽和 那在下來的時候 減少的過程當中 我的電流把它減小 現在是電流增加 電流增加磁場增加 那在減少電流減少的時候 它磁場會不會沿著這一條曲線 退回來呢 不會 不會 它會走上面的曲線 還會走下面曲線 下面 下面 上面 它會走上面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叫做什麼 沒有電流會不會有磁場 沒有電流會不會有磁場 正常是不會吧 可是因為我的磁 我的鐵壞 不管是什麼鐵吧 它有沒有一些磁力留在那上面 有 就像我們的那個 螺絲起子的頭 前面不是會心 螺絲頂嘛 那就是那個叫做盛子 沒有電流的時候 它還會有一些磁場 叫盛子 可以嗎 那我現在只用到上面這一段而已 可以 可是實際上會不會只有這樣子而已 不會 我們的曲線是長得很完整的 它是會跑到 左邊來的 它 整個完整的是長這樣子 那這叫什麼曲線 持字曲線 那我現在只用到右上角這一塊而已 可以嗎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I 能不能把它寫成是IV 不可以 這邊 這邊可不可以把它寫成叫做IF 可以 這邊 是叫做YF 因為RF流過廠繞組產生YF嘛 所以能不能產生出電壓出來 可以嗎 沒錯吧 好 那思考一下 那思考一下 我知道 我的發電機 應該是 K YN嘛 對不對 在一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磁場 如果這邊沒有IF的時候 最一開始 最最最最最最最一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磁場 有沒有 沒有 那請問這時候能不能有電壓 不會 所以我要建立電壓以分機式的構造來說的時候 我一開始要建立出電壓 所以一開始一定要有什麼東西出來 我一定要有這一段 這一段叫做什麼 沒有盛池會不會有花 沒有花會不會有EG 沒有EG會不會產生出一點點的電壓 這不會吧 所以我要建立電壓 還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要有什麼 要什麼 要有什麼 要有 甚至要花牙 好 再來 轉動的方向重不重要 重要 那如果我轉錯邊了 我的發電機的 那個什麼 磁場是會產生 電流是會產生相反的 所以 轉動的方向 也很重要 轉動方向 也很重要 所以 我因為是那個曲線 因為那個曲線 所以我看到這些東西 還有這些東西 好那 剛才這邊 N的部分 N的部分 我的曲線會隨著 這個 速度怎麼樣 速度越大 我的 電壓應該會如何 第一個 這是速度1 這第二個曲線 這是速度2 這第三個曲線 是速度3 黃色這條線 黃色這條線 所以 N1 N2 N3 這三個速度 誰會比較大 N3 會大於 N2 會大於 N1 因為 電壓嘛 這個電壓比較高 第二個電壓比較中間 這一個電壓比較低 所以 N3 大於N2 大於N1 在快固定的狀況下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啊 N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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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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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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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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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1 2 2 3 2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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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R1到2到2到3,這也沒問題啊 可以啦,好,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這個曲線 我的IF會產生出什麼 是產生YF 那有一個曲線,我們後面會講 那大概我們之前二年講過了 這叫做什麼曲線呢 五載寶和曲線 等一下我們後面再談了 我們先把電壓建立講下來 五載寶和曲線 好,那請問一下 我電壓建立應該是建立在這條線的右半邊 還是建立在這條線的左半邊 這邊就會修正到EG 因為Y跟EG乘正比 所以Y的曲線長這樣子 那代表我們EG的曲線會長這樣子 好,那請問一下 我的IF跟EG的這個切線 這個就叫做斜線就是電阻 那以這個來說 我的電阻應該是右邊、左邊 RF應該要大還是要小 我的RF 這三個RF RF1、RF2、RF3 這三個RF 我應該要 距離來的地方 應該是3好還是1好 現在比較好建立 3好還是1好 好,那我把它畫在這邊 一個是沿著這條線 再來兩條線 再來兩條線分別是 這條線 跟另外一條線 這條線 我們RF1、RF2、RF3 好,那你覺得 我要建立應該要往右邊跑 還往左邊跑 這個R 你問一下 如果看這個公式 Rf 要小 Rf 要小 Rf 要大 Rf 要大 Rf 要大 那以這個來修的話 零戒指在這邊 假設是100欧姆 那應該要比零戒指的電阻大 還是比零戒指的電阻小 小 小才能限定電 所以 所以應該我的電阻要切我的曲線 還是我的電阻 不要切曲線 所以要切曲線 它是零戒指的右邊切到曲線 才會限定電壓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如果用圖來看的話 我也可以知道 Rf 要大 好還要小好 Rf 要小好 要往切得到曲線的地方走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剪刀隊友修理一下 來 七實驗 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這邊講一講 來 七實驗 建立電壓條件 把它畫一畫 Rf 要夠大 要夠小 夠小 所以要小於零戒指 畫起來 Rf 小於R0 自己寫喔 Rf 小於R0 0就是寫一個下標0 不是我的0 是零戒指的 還是我要幫你們寫 好 第一個 就是Rf 要小於零戒指 Rf 要小於零戒指 Rf 要小於零戒指 Rf 要夠小 你這樣寫就看得懂 全部就看得懂了 就是你把這個公式寫在旁邊 這樣寫起來 那你就看得懂了 那幾條全部都搞定了 Rf 要小於零戒指 好 第二個 說的是什麼 數字要夠大 要大於零戒指 Rf 要大於零戒指 Rf 要大於零戒指 Rf 要大於N0 而且能不能被消掉 要有零戒指 Rf 而且不能被消掉 OK 好 再來第五個 堅定變壓的過程 要不要有聖詞 要有聖詞 所以沒有聖詞 請問一下 沒有Rf 的聖詞 能不能建立變壓 來看那一半 看那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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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以是不是一開始 先要這個聖詞 那有Rf 了之後 我是不是才能夠 留到我的實場這邊 那這個Rf 才能產生Rf 那這時候我的EG 是又才會再增加上來 所以 當我有Rf 了之後 再來 Rf 之後 我說錯了 當我有一點點的聖詞之後 我的Rf 能不能增加上來 那增加上來之後 我的EG 會不會增加上來 會 所以曲線就到這邊來了 那再來之後 EG又變大了之後 EG又變大了之後 我的電流 能不能再持續 供更大的Rf 出來 可以吧 我這邊電壓增加了 那這電壓能不能再供給 更大的Rf 好 所以我又產生更大的Rf 所以曲線會跑到這邊來了 那再持續上去 是這樣子 那最後面會怎麼樣 飽和 所以曲線到最後面就這樣子 所以 建立電壓過程是先有Rf 那電壓上來再建立 電壓上來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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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曲線就長得像這樣子 OK嗎 好 再來 第六點 電阻跟電阻速度 就是剛才講的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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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